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的一家电探厂的装卸工 他在工厂期间呢 因为不爱说话 几乎就没给别人留下什么印象 您瞧见没有 粘人出豹子 别惹不爱说话的 厂里民兵搞训练 白宝山参加过一次实弹射击 用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打靶 每人三发子弹 他居然打了一个优秀 打那次之后 白宝山千方百计的向亲戚 借到了一支气枪 下班呢 就背着枪到附近的林子里边去转悠 打鸟 一年之后 他的枪法练得非常的精准 十五到二十米之内 枪响鸟落 弹无虚发 夜里头他不睡觉 用气枪描着耗子打 一枪就能把跑着的小耗子给打死 二十三岁那年 白宝山结了婚 一年之后 他得了一双儿女 是个龙凤胎 可是家庭生活贫困呢 这个对白宝山的心灵 就产生了无法排除的负面影响 加上他捏大胆的性格 排斥外界的阴暗心理 以及周围环境的影响 他开始盗窃了 一开始呢 就是小偷小摸 逐渐发展到偷人家院子里的自行车 而且呢勾结邻居家的孩子 结伙入户行器 他曾经潜入工厂盗窃生产原料和成品 他心里的那个黑暗的领域啊 慢慢的就扩大了 但是他顾家的意识并没有泯灭 1983年呢 他因为盗窃了人家几件衣服 就被判了四年徒刑 听过咱们前半固执的朋友都知道 赶上眼打了 哎 在服刑期间呢 他被揭发出另外一件事 他呢养鸽子 因为要喂呢 就入院盗窃了别人家一书包的玉米 被人家给发现了 追了出来 他拿木棍打了对方脑袋一下 结果 他因为抢劫罪 被家判了有期徒刑十年 这件事啊 他始终的装在心里 成为了他报复社会的理由之一 然而 白宝山的归来 也给他的家带来了很多的麻烦 你住房首先就是个问题 北新安的两间平房呢 本来是他跟妻子 还有一对双胞胎儿女 共同生活的家 他被判刑之后啊 妻子跟他离了婚 带着两个孩子改嫁了 现在大弟弟跟弟媳 和他们的女儿住在那 最初的几天 白宝山住在了母亲家 北京市井山区 墨市口居民区的一处单元房里 白宝山呢 打算做点小买卖 还打算学开车 但是这些都需要 他先把户口落下来 于是呢 他在大弟弟的陪同下 到派出所 见到负责户籍工作的片井啊 白宝山呈上了释放证 和有关的材料 片井接过材料 冷冷的就说 户口马上可办不了 起码得等半年 白宝山呢 他有点结巴 一着急他就更结巴 他结巴着顶了一句 我有释放证 为什么要等半年 片井听着不舒服了 他慢悠悠的说 你要是这么着讲话呀 那就再等两年 白宝山受到了深深的刺激 在这回之后 他一遍一遍的跑派出所 开证明 冲洗照片 填写表格 但是事情果然像片井所说的一样 他被一回又一回的向后推演 白宝山的户口问题 始终没有得到解决 在白宝山办理户口 一年半的时间里 他又作案十多起 杀害十五人 而他的户口批准日 恰好就是白宝山的最后一案 杀掉同伙的前一天 白宝山的户口办下来了 但据他注销的日子 也已经不远了 白宝山出狱的时候 曾经为自己设计了两条路 现在他认为第一条路 已经被堵死了 他只有第二条路可走 他要抢劫武器 在他仇恨的意识里边 抢到武器的第一件事 就是打死那个片井 您瞧这就是好的作者 他有独立的思考 而且有一定的责任感 他把这个罪犯犯案的原因 他给你写出来 不光说他后边杀了多少人 不久之后 北京石井山末世口后边的小山上 就时常出现一个 穿着绿军服的高个男人 他在山道上锻炼跑步 并且在一些军事机关驻地的周围 潜伏下来 静静地观察 他在小心翼翼地选择着他的目标 1996年3月31号晚上 白宝山跳墙进入到电厂 他并没想当天动手 他是来踩点的 但是呢 他遇到了一个好机会 当天直勤的少兵因为身体不舒服 正蹲在地上呕吐 看到这个情况 白宝山马上从地上抄起一根铁棍 狠狠地打向了哨兵 等哨兵昏过去之后 白宝山从他的怀里抽走了五六十步枪 打开大铁门上的侧小门 跑出了电厂 搞到了枪 白宝山反而冷静下来了 他想 杀掉那个片井 他的户口问题也解决不了 还会暴露他自己 那就不如先干点别的了 五六十步枪啊 目标大 不好藏 他就在附近的山上挖了个洞 把这枪给埋起来了 长枪嘛 携带也不方便 白宝山打算用这把长枪 再去搞短枪 四月七号晚上 他又袭击了装甲兵司令部留守处 开枪打伤了哨兵 于启明 但是白宝山并不知道 哨兵挂的是空枪套 那里边并没有装着手枪 四月八号的深夜 白宝山雇了一辆黑面堤 企图转移枪制继续作案 当这个面堤开到石井山高科技园区 石兴大厦附近的一个十字路口 突然遇上了防暴大队的巡逻车 白宝山见识不妙 跳车逃跑 并且连开九枪 打伤了三名巡警 这次遭遇战之后 白宝山停止了在石井山区再次作案的企图 但是他呢 并没有放弃搞短枪的目标 白宝山的二姐在房山县某个农场工作 当时叫房山县 现在房山区了 他看望二姐的途中呢 经过了八一射击场 偶然发现这里的哨兵佩戴着短枪 4月22号的凌晨 他再次行凶 打死了八一射击场的哨兵赵长文 抢走了手枪枪套和空弹架 白宝山连续作案四起 打死哨兵一人 打伤军警人员六人 这是建国以来从来没有的大案呢 中央领导指示 要北京市公安局尽快破案 北京警方立即成立了以张良基局长亲自挂帅的联合专案组 全局各警种各部门密切协作投入了紧张的侦破工作当中 根据对407案408案和422案的现场勘察 警方确认 歹徒有高超稳定的射击技术 对军用武器熟悉 从持枪和跳跃的姿势上看 很像受过专门的军事训练 因此很有可能是受过警方打击的累贩 也可能有过服役时或者接受过军事训练 有过接触军用武器的精力 而且手段极其残忍 三次枪机使用的都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 跟高警电厂被抢劫的枪支枪种相同 两处现场的子弹是发自同一支步枪 弹底的标志均为75-81 从这点说明 歹徒获取子弹的途径比较单一 专案组在兵器部的帮助下 一批批的查找这批子弹的生产日期和配备的区域 终于查清了 这批子弹是生产于文革后期 由河南某兵工厂制造 主要配备给南京军区和兰州军区 南京军区所配备的这批子弹 没有下发到部队 而兰州军区的这批子弹 主要分发给了新疆的阿克苏 吐鲁藩石盒子 奎屯等等这些地区 专案组查清了子弹的来源之后 立即派人到新疆了解子弹管理的情况 但因为这批子弹数量过大 分布面又特别广 而且下发的时间很长了 没有办法进一步划定核查范围 同时通过语言专家对黑面低司机所提供的 跟歹徒对话情况的反复分析 专家们认定 对方所操的是北京地方话 而不是普通话 这具有重大的意义 由这个就可以确定犯罪分子应该是北京市人 而不是外地人 专案组认为犯罪嫌疑人的活动范围和居住地在石井山之内 因为另一起案件发生在丰台西部 距石井山区 它也不远 而且交通很方便 这其中的重中之重 应该是在337路公共汽车总站附近 专家明确了侦查的范围 决定在337路汽车总站周围五公里的范围内 挨门逐户的进行地毯式的排查 然而经过了长时间的工作 并没有摸出有价值的线索 就在警方紧锣密鼓的开展行动的时候 白宝山戛然停止了在北京的一切活动 他把目光转向了外地 白宝山回想起小时候在徐水老家的情景 他记得村子附近有一家兵工厂 文革期间造过枪 他决定回到老家去看看 1996年7月 白宝山从北京木西园长途汽车站乘车前往徐水 坐在吉尺的汽车上 白宝山回忆起了监狱的生活 1991年 也就是在宣武区人民法院宣判加刑的五年之后 白宝山被遣送到了大西北 在新疆石盒子新安监狱服刑 大约在1992年间 白宝山接到当时仅有十岁的女儿写来的一封信 这女儿啊 在信里边向他诉苦 白宝山看完信之后 痛哭了一场 他发誓要让这俩孩子过上好日子 于是白宝山着手各项准备工作 他知道 要做大案没有文化知识那是不行的 小时候他不肯读书 进了监狱就开始握心尝胆了 坚持把文化课给学了下来 达到了能读书能看报的水平 在他预想的那些案件里 必须都得有武器 白宝山向往的不是普通的枪 而是火力猛 威力大 又方便携带的枪中 还得有车 有高超的射击技术和驾驶技术 这都是前期准备的必要条件 在监狱里边 不可能搞到枪 也没法学习驾驶技术 但是 他可以学习枪械知识 还可以设法收集死弹 新疆的劳改监狱 把犯人分为收监犯和灵星犯 这两个部分 部分灵星犯呢 夜里不收监 又叫外宿犯 他们有单独跟外界的牧民 接触的机会 白宝山就是利用这个条件 趁其买到了步枪子弹 机枪子弹和手枪子弹 并且把他们藏匿了起来 弄到了子弹 只解决了他预谋犯罪构思中的其中一个环节 他还要熟悉枪械的性能和使用的方法 这一点上 他充分利用了服刑前曾经在某军事单位工作过的室友 据这位室友的回忆 白宝山对各种型号的枪支都有着浓厚的兴趣 他这个求知欲非常的强 白宝山在监狱里的这些准备工作是在暗中进行的 他利用自己的不善言谈 把自己伪装了起来 在一个时期之内 他在监狱里边屡受好评 1993年初 就是白宝山来到大西北的第三年 经过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农八市 也就是石盒子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裁定 他被减刑一年 在狱中 让白宝山感到解气的 就是神不知鬼不觉的 杀了两个平师老是欺负他的恶人 1993年9月 跟白宝山一起放牛的李宝玉 突然失踪了 预方对李宝玉失踪事件进行了调查 李宝玉并没有带走任何东西 而且他还有一年就服刑满期了 这按照常理 犯人在这种时候没有特殊理由 他不会逃跑的 虽然存在着很多的疑点 但是因为找不到其他的证据 事情最终仍然以李宝玉逃脱定案 李宝玉的失踪 最清楚底细的莫过于白宝山 大约在一个礼拜之前 李白这两个人发生了争吵 李宝玉打了白宝山一拳 白宝山没还手 李宝玉还说 你是个爷们 你也犯把脾气让我瞧瞧 别他妈竟给北京人丢脸 白宝山说 行 你等着 这几天 我就犯把脾气让你瞧瞧 这件事呢 当时是不了了之了 李宝玉认为白宝山不过就是说说 他犯脾气 那能犯到哪儿去啊 可是白宝山第二天就着手准备了 他一声不吭 背着人呢 在牛棚后边挖了一个长宽各一米 深约两米的土坑 然后把两百块钱塞到了牛棚的墙缝里 傅克军放牛去了 白宝山就来找李宝玉说 我的钱藏在牛棚里边抠不出来了 你帮我看看 弄出来了 我请客 李宝玉认为这是白宝山在讨好自己呢 就跟着白宝山进了牛棚了 进去就问呢 钱在哪儿啊 白宝山指了指墙缝 李宝玉低头往里边瞅 还真有 这钱呢 卷成一卷 就在这个墙缝里边 用手指头肯定是抠不出来 他就找了一截细铁丝 弯了个钩 哎 冒着腰勾这个钱 这时候 白宝山站在他的身后 摸出事先准备好的锤子 对准李宝玉的后脑 就是这么一下 李宝玉当即翻翻白眼 一声不吭的就栽到了地上 白宝山抡起铁锤 对准李宝玉的头 又是连续的打了四五下 眼看着李宝玉死透了 就把他的尸体扛出了牛棚 扔进了事先挖好的土坑里 土坑边上还放着一把铁锹 三下五出二 没用半个小时 就把李宝玉的尸体给埋了 一切收拾停到 白宝山又坐在牛棚外边 晒起了太阳 1994年3月22号 距离李宝玉失踪仅仅半年 另一个跟白宝山 一起放牛的副克军 再次失踪 这就引起了中队的警觉和重视 当时在牛房放牛的一共有四个人 白宝山 富克军 秦百川和田手水 四个人呢 全是北京的调贩 3月20号晚上9点钟 秦百川和田手水 他俩就回监号了 他们俩不是外宿饭 当天晚上呢 住在牛房的只有白宝山和富克军两个人 21号早晨 秦百川来牛房干活 没看见富克军 他还问白宝山 白宝山说 富克军去团厂送牛奶了 中午富克军没回来 但是谁也没意识到富克军会失踪 这天白天 秦百川发现富克军的被子 褥子 枕头都不见了 就问白宝山 白宝山说 富克军走时候都带走了 秦百川这下起了疑心了 他想富克军去送牛奶 带着背后枕头干什么呀 田手水也是一大早就过来了 他去打扫牛棚 发现牛棚已经收拾干净了 地面上还洒了水 白天 监狱的交中队长过来过一回 谈今年承包的事 因为富克军不在 田手水还说 等客军回来 大家商量商量再定 到了晚上八点 仍然没有等到富克军 田手水秦百川 就一同回了监号 到了22号的晚上 白宝山才向中队报告说 富克军21号早晨外出至今未归 晚上11点 监狱的卫中队长 焦中队长带领武警 把白宝山 秦百川 田手水三个人收监 说 富克军跑了 中队要对你们进行审查 当天晚上 卫中队长安排另一名姓唐的犯人 住进牛房 在夜里唐某躺在富克军的床上 翻来覆去的睡不着 他总觉着有什么味儿在刺激着他 他伸手往土墙上抹了一把 觉得兴呼呼的 打开灯辨认一番 发现墙上有很多喷射状的污点 像是血迹 再仔细检查 在房子的顶棚上 也发现了同样的污点 他吓坏了 一夜都没睡 第二天一大早 就向中队做了报告 事情上报到预证科和142团厂派出所 当天就对牛房进行了检查 墙壁和顶棚上的点状血迹 经过化验 确定是人血 这其中还夹杂着鸡血 同时在复克军的床铺底下 找到了没有被带走的700块人民币 有人反映 21号的清晨 看见白宝山在院子里烧棉被 或者是大衣那样的东西 此外 中队在牛棚的顶棚上 搜出了步枪子弹 机枪子弹和手枪子弹 共95发 预证科的王永康复科长提审了白宝山 审讯工作持续了十几天 白宝山态度死硬 只交代了藏匿95发子弹的问题 拒不承认和复克军失踪有任何的瓜葛 老改中队和预证科曾经判断 复克军遇害 尸体可能是用马匹驮到周围的荒野里边给埋掉了 他们在监狱周边的可疑地段进行了搜索 而且还出动了警犬 都没能找到复克军的尸体 同时 根据监狱的犯人反映 复克军跟白宝山的关系啊 俩人时好时坏 你说他也没有什么深仇大恨 按说白宝山不会杀人 可是事实上 复克军就是被白宝山杀的 他采用了跟杀李宝玉同样的方法 三月二十号深夜 白宝山从黑暗中爬起来 复克军正睡得烂熟啊 他微微地打着憨 白宝山低头看了他一阵 慢慢地举起了铁榔头 狠狠地砸在了复克军的脑袋上 复克军长长地哼了一声 就断了气 那身死肉也松垮了下来 掩埋复克军的石坑已经挖好了 打死复克军之后 白宝山拿着铁敲出去 又把土坑重新整理了一遍 再返回牢房 白宝山吓了一跳 复克军又起来了 他一动不动地坐在大床上 他反应迟钝 两只眼直瞪瞪的 他似乎想弄明白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白宝山的狼头又砸了过去 因为用力过猛 竟然把半个狼头都砸进了 复克军的脑袋里 这也就是造成鲜血四剑的原因 复克军再次地倒下去 鲜血立刻染红了 他的被褥和枕头 白宝山没有开灯 他把复克军的尸体背出去 埋到坑里 这个土坑呢 是紧贴着牛棚的墙根挖下去的 距离墙皮不到半米 挖了两米深 处理了尸体他才觉得 这事做得有漏洞 他弄出了血了 那复克军的被子 褥子 枕头上到处都是血 他做了一阵 就把燃血的铺盖爆了出去 点火给烧了 然后用沙土 把这些灰烬给埋了起来 凌晨的时分 他又在牛棚周围搞了卫生 撒上了水 这就是后来田手水看到的情景 这一回 白宝山的疑点太多了 但是警方始终都没找到 复克军的尸体 无法确认他已经死亡了 白宝山态度又死硬 拒不认账 监狱方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 没有办法给白宝山定罪 两年过去了 复克军失踪案 只能作为悬案 挂到了一边 因为复克军的案子 白宝山被单独关押了125天 写过保证书之后 他继续回去放牛 到1996年3月7号 他如期提前一年获得释放 3月12号 白宝山回到了北京 白宝山前期收集的那些子弹 都被劳改中队给没收了 这怎么办呢 他想了一个办法 他重新回去放牛之后 利用恶劣的天气里 附近牧民的羊群 误入监狱草场的机会 他把羊给扣住 来要挟对方 作为交换条件 他从牧民的手里 弄到了三包步枪子弹 75发和50发手枪子弹 这一回 他把子弹埋在了水渠的附近 获得释放之后 他把子弹挖出来 全部缠在了身上 带回北京 咱们接着回头说 白宝山回徐水老家的事 下午两点 汽车到达了徐水县城 下车之后呢 白宝山漫无目的的乱走 出了县城 大约走了三四里地 他发现有一处兵营 那哨兵身上背着 折叠式的自动步枪 这让他眼前一亮啊 这种枪他没见过 枪身比较短 金属的枪拖呢 他可以折起来 非常便于携带 一刹那之间 白宝山就做出了决定 他要抢这里哨兵的自动步枪 从下午到晚上 白宝山都没有离开兵营左右 他选择好了潜伏地点和设计位置 确定了进入路线和退出的路线 白宝山对地形 他有着惊人的记忆力 当他确信把一切都安排清楚了之后 在当天晚上返回了北京 从第二天 北京就开始下雨 一连下了三天 白宝山觉得 他运送武器的时机来了 但由于害怕长途汽车 这带长枪太危险 白宝山就把半自动步枪 用塑料布包好 绑在自行车的大梁上 汽车呢 先到梁乡镇 在这里搭上了去保定的汽车 为了应付突发事件 他在枪里边压满了子弹 其余的子弹 全部用布袋子缠在了身上 到了徐水之后 他在靠近兵营的一家水泥馆场 和一个果园的交汇地点挖了个坑 把包着塑料布的布枪埋了起来 子弹呢 埋到了另外一个地方 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已经做完了 两天之后 白宝山再次来到徐水 他先在街上吃了点东西 等天色黑透之后 到他的藏枪地点取了枪 坐在果园里边 先把这枪擦了一遍 子弹也一颗一颗的擦好 做这项工作的时候 他戴了手套 这是为了避免在弹壳上边留下指纹 他在枪塘里边压满了子弹 把余下的缠在身上 然后他在夜幕的掩护之下 照着看好的路线 悄悄地进入距离哨兵不到十米的预定射击点 然后他一动不动地趴在地上 在那整整地趴了四个小时 直到五夜十二点半左右 在岗位上的执勤哨兵一共有三个人 他掐算好了时间 直到下一班换岗的时间呢 已经临近了 岗上边的情况 一般是两个哨兵站在外边的岗台上 另一个哨兵站在大门口 岗台距离大门有十五米 那现在那个哨兵出来了 也站到了岗台前边 他觉得可以动手了 白宝山先瞄准背枪的哨兵开了一枪 那个哨兵应声倒地不动了 他一转枪口 又朝背子弹带的兵打了一枪 那个兵也不动了 他正要朝第三个兵射击 发现那个兵已经匍匐着进了大门 他瞄着那个人连开三枪都没有打中 他快速地从槐树后边出来 把自动步枪拿到手 这时候兵营里的警报响了 但是没有人马上就出来 他背着两支枪 猫着腰从原路跑回去 沿着预定路线向西跑过107国道 他经过一个加油站 天太黑了 没人注意到他 他再跑个铁道 之后速度慢了下来 然后他沿着铁道朝徐水火车站的方向走去 天快亮的时候 他发现铁路边上有一个废弃的烧砖的土窑 他在窑地里挖了两个坑 把两把枪和子弹分别埋在了两个坑里 做上了记号 然后他脱掉了身上的绿军装和绿胶鞋 换上了圆柳山 把鞋和衣服一起埋进了一个烂泥塘 他在露天的土窑里就隐藏起来了 到了早晨八点 白宝山从旧砖窑里走出来 这时候他已经焕然一新了 圆岭山大口铲 两手空空只拿着一个小包 他穿过铁路 在公路上拦了一辆开往北京的长途客车 7月28号下午 白宝山返回了北京